大家好,歡迎收聽大觀演繹,我是David 今天是財經短打,我不會打算長的 應該半個小時內講得完,希望我盡量做到 主要目標就是講講Jackson Hole 看看央行年會 一班央行行長去到美國Kansas的Jackson Hole Wilming的Jackson Hole,大家去會議 會議中當然,央行行長講出他們對於現在的情況 總結過往經驗,然後講講將來的情況 以及也有不少專家 無論是業界專家還是經濟學家都會在這裡表達 這次央行的Jackson Hole 他們主要目標當然是專注於貨幣政策 為什麼要專注於貨幣政策呢? 主題就是因為他們發覺這次COVID之後 他們發覺第一,加息的作用 給他們預期的弱 也就是說通脹給他們預期來得猛 應該這樣說,通脹給他們預期先來得猛 然後當他們加息的時候,發覺加息的效用比他們預期弱 而又回到後,對於失業率的影響又比預期低 所以為什麼他們最初那麼遲去加息 以及為什麼之後加得那麼急 因為他們發覺第一,他們當初加的時候 他們當初沒有預計通脹會長這麼久 第二就是當他們加上去的時候 亦都沒有預期,通脹完全沒有什麼效果 壓不了通脹 但是失業率一直都在改善,沒有差 所以結果才讓他們預期加得更加重 以及加得更加長的時間 然後才開始有苗頭 看起來好像job market沒有那麼厲害 然後他們才開始考慮減息 所以這次很明顯,所有央行都是出乎意料的 沒有一個央行是估計到的情況 沒有一個預計到 第一,就是那個通脹比預期厲害 第二,就是當加息的時候 通脹回落得很慢 而又失業率完全沒有惡化 甚至一直在改善 所以這兩件事的影響就影響到他們現在的部署 就是加息,比預期久了 以及現在到底是否可以避開黑landing 這就是他們的爭議的焦點 接下來我們說一下 就是這一次我個人認為 他們在總結這堆東西裡面 他們有哪幾種不同的看法 在我個人的看法 我認為有三個研究方向都是有意思的 第一個研究方向就是關於失業率的問題 為什麼加息的時候沒有影響到失業率那麼厲害 反而可以拖延這麼久 這是第一個方向 第二個方向就是在貨幣政策上 因為現在不是靠加息減息 也是靠礦表QE和縮表QT 這個又會帶來另一些有趣的影響 第三件事就是更宏觀一點點 就是除了貨幣政策之外 因為還有這個財政政策 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的互相影響 又會影響到貨幣政策的效力 這三件事我們現在逐樣說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關於失業率的問題 到底是怎樣計算的情況 他們原本一直預計的 每個央行都預計 就是加息應該可以同時 對於利率和失業率 都應該有很敏感的影響 就是說 當你的息口一直加上去 失業率當然會增加 但是與此同時 那個通脹率應該會下降 但是現在有人 他們當然基於我叫Philips Curve 但是詳細不多說 這麼學術的東西 總之大家也知道 就是記住 當初 央行預計 就是只要一加息 微微加息 就應該有影響 甚至就算不加息 這個勞動市場 應該會很快便可以調整 勞動市場的彈性 應該很足夠 只要企業 為了自己的成本效益 他們是不會亂請人 所以只要一請救人 他們就應該 應該不會再亂請 但是這一次就是拼命請 而令到市場比預期刺熱很多 而且刺熱到一個位置 變成了資金要上漲 而造成了由資金base的通脹 也就是我平日在其他節目裡面 一直有說起的 所謂資金和人工的互相追逐 這就是那個問題 但是這一次沒有看到這樣的情況 而這位經濟學家 他的研究就是他主要研究了六個比較特殊的時間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韓戰 這個月戰 這個七十年代的大通脹 以及最近這一次COVID 然後這六次裡面 五次他都有發覺 在這六場事情裡面 有五次都是在這種period之下 貨幣政策是不會那麼敏感的 而失業率 應該這麼說 失業的曲線 不是那麼敏感的 簡單說就是 當你在這種特殊情況下 除了1970年代那次的大通脹以外 這五次都是一旦 那個通脹去到差不多 令到人工要漲的話 人工要漲到某個地步 是會一直延續那個 cycle 他們的研究就是發覺 重點就是在於 當市場需要大量的人手 而這個勞工真的短缺 其實我們可以理解的 這五次裡面 有四次都是和戰爭有關的 一次世界大戰 二次世界大戰 然後是韓戰 第一有一部分人其實已經走去打仗 國內已經有一部分勞動力沒有了 而於視乎要吸引其他勞動力加入 實際上 苦解運動真正能夠成功 就是因為去到二次大戰 由二次大戰開始因為人手不夠 男人都去殺上戰場 結果要女工出來打工 女人出來打工 是這樣開始令職場慢慢平等 所以那段時間人手不夠 而同事你們開銷是大了 你亦多了一些平日不會走的產業 但那裡依然需要勞動力 這樣就會令到更加高 而COVID的影響就是 有相當一段時間 人們都沒有復出去打工 躲在家裡 甚至也有一些人發覺不需要打工 可以賺到錢 既然是我躲在家裡 也可以避免避免出事 又可以賺到錢 我何必出來呢 一旦習慣了你就不會出的 直接要加薪 加到他們都覺得 我拿一份穩定的薪 好過我去冒險炒賣 或者做網絡生意 他們才會復出打工 那些人才會出回來 在勞動市場上 但是by the time 這些人要出回來 已經加了相當多 要加得相當的水平 而且也因為人工加了物價 所以互相互相正循環 變成了一個很高的通脹 這就是他們發覺的 除了1970年 70年那次是另一件事 那次其實是和Nation Stock有關的 其實就是貨幣的價格需要時間重新調整 但是這就不詳細說 但是他們發覺的就是要看勞動市場 勞動市場一旦去到好渴人的話 而勞工又的確是短缺的話 就算你加息加到多空狠 所跌的只是職位 即是空缺會跌 會減少 但是就不代表失業會增加 所以就由就業的vacancy 去代替了失業率去受影響 這就是他們研究的結果 這某程度上就符合到COVID這段時間 有一輪加息加得很凶狠 但失業率的上漲相當慢 反而更顯著的是vacancy 其實就是有多少就業職位 然後又有多少職位是沒有補充的 剩下的空缺 所以他們就設計了一個flash hole出來 只要過了這個比率 只要過了勞動市場的需求 等同於勞動市場的供應 當供應剛好比供應大一大 就會開始出現這種情況 失業率就不會怎麼變 你加極息也不會影響到失業率 只是影響到有多少空缺 但是隨著現在 應該的勞動市場的供應改善 短缺沒有了的話 就開始會跌下來 v和u跌下來 即是需求和demand 不單是等於1 如果是小於1 跌下來就應該會走 隨便一條路了 現在就變成了一個很有趣的情況 這就是對聯儲局的最大挑戰 就是怎樣呢 現在減息 想隨著通脹回落 你怕失業率會上升 現在正在上升 但是到底後面的故事是 當我現在不要急著減息 到底這個情況會是 這個失業率會惡化 還是通脹率會惡化 即是說如果我保持高息的話 會不會令到失業率越來越高 高到一個位於經濟衰退 於是你才要硬 到時才去減息 還是現在減息了 但沒有的風險就是通脹率會重新增加 以他們的模特兒來看 暫時就看不出 大家差不多50-50 雖然他們自己個人的判斷 傾向失業率沒有那麼快會差 所以可以繼續減息 估計就是說應該失業率差的惡化 會比通脹惡化的情況更容易 所以他們認為先減息 即是說 實際上如果你現在不再減息 他們怕失業率就會很快惡化 因為現在已經過了復活了 勞工的供應已經開始充足 而需求開始減息 變成這樣的情況下 一旦沒有起職位應該可以很快 於是判斷就是零可依加 不要加息了 快點減息了 即是不要維持高的食口 估計就是通脹沒有那麼快會提升 因為勞動市場充足 這就是他們的理據 你問我 如果我自己的判斷 就不是完全同意這個想法 不過這個模特兒本身是一個有趣的模特兒 因為這個模特兒原來之前所有央行都沒有 每個人都沒有想過這件事 所以當初就想著很粗糙 所以就想著就算不用加息 或者加少許息 就應該壓住通脹 而失業率化到一個位置 就應該立刻它可以減息 誰知道就完全出了所有央行意料之外 這當然也反映到央行的模型出了很大的問題 這個其實是German Powell承認的 他們聯儲局的模特兒是完全沒有想過這樣的事情 現在有經濟學家修正了 但到底對後面的局面是否真的預算準確呢 我就持有保留意見 這是第一點 我們於是說說第二點 第二點就是關於抗表和縮表對於整體政策的影響 這也是很有意思的 因為大家知道聯儲局抗表 當初QE的時候 就不只是買美債 他們是將NBS和ABS一起買 當初要做這件事 當然要為了 其實賓錢不只是為了救不救雷民 跟雷民的關係都沒有 是為了救金融系統 但救金融系統就不能靜靠買美債 你必須要將銀行體系有相當的流通 但是在街外的流通是不足的 NBS和ABS 你都要由央行做最終的市場 那些銀行體幫你設定價值 令到金融系統穩定 這是沒有辦法不做的事 但一旦這樣做 現在就會有一個有趣的後果 就是當你一收縮起 一縮表的時候 實際上的抗表也會自然上升 所以可以說抗表也會居高不下 某程度上的原因 於是這裏也為央行帶來一個挑戰 就是當你抗表抗那麼多 你要縮起來 一縮起來的話 實際上你會供起利率 但如果你想想 當你一路縮表 你一路加息和縮表 加息就簡單一點 你加息的話 就這樣加上去 那你的銀行就按照計算 你加多少 我加上一個優惠上去 在那個優惠上 例如你說 你加息到現在五里半 那銀行為了自己安全 我加三里半 那我貸出去三十年八里半 這樣說 假設當然沒那麼高 這是很正常的做法 但如果你說有MBS 就會多了一個複雜的情況 要考慮 因為MBS 如果你縮表的話 也就是說 我把我的樓案 我手上有 例如我是City Bank 我現在手上有 一千億的房屋信貸 本來聯儲局可以幫我接 不是聯儲局 Fannie Mae Freddie Mac 最先由Fannie Mae Freddie Mac 那些 他肯幫我接 例如八百億 那樣 八百億又由聯儲局包底 當聯儲局包了五百億 於是乎 因為我有個市場在 我轉賣有個市場 我即時可以套現 我為了吸客 我就不需要收三里這麼高 的風險係數 我可以收兩厘 甚至收一厘半 變成最後 我就可能 只需要六厘 或者七厘 我就可以貸款貸到出去 而且那些 因為我經過很嚴格的 資產審查 應該是不會死罪人 但是 當聯儲局說 我開始不單止 不再買 我不包銷 我還要在市場上拋售 這樣的話 就會造成另一種效果 就是 就算我不用加息 例如我仍然是五厘半 但是現在聯儲局就不包銷五百 我當包銷三百億 Fannie Mae Freddie Mac 照顧只包銷五百億 那我呢 本來就做了一千億生意 但是你只包銷五百億 就不是八百億 還要衰到怎樣 還要衰到聯儲局 還要在市場上放二百億出去 放二百億 就是我這些NBS是不值錢 如果我要轉賣出去的話 我要賤價買出去 因為貼面要貼多了 如果是這樣 我是不是要收回客人 要不然我就會蝕水了 所以這是另一種效果 而這個效果當然會把長期利率拉高 如果長期利率拉高的話 實際上 也可能會令到短期利率也要更高 如果不是你就會有一個很低的Yield curve 你會改變市場預期 市場就會覺得不是 如果太值的話 而現在這樣的通脹 你想想房貸有差不多 即利率成本有差不多貴的話 自然而這個利率成本會一直滲透到不同行業 不會只在房貸那裡貴的 你銀行在其他地方都要貴的 因為我整體看大盤的話 我的所有資金成本都貴了 我也同時影響到存款存戶的對利率的預期 我也要求你收我八厘或九厘三十年按揭的話 但我存款都要給我五厘或六厘 我存款存款 有些錢剩下或壓住在那裡再套出去 我作息差也沒有那麼融 諸如此類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是間接拉高所有的貨幣成本 而拉高貨幣成本之後 不是說 反而不是說因為這樣 就反而令到人們不做生意 而是只要你的生意還有一定的旺景 預期夠高 那你反而是要把價格攤下給消費者 而這個是正正在COVID的時候發生 大家都在預期高通脹 所以大家也預期高利率 所以當你越縮的話 當你縮表反而是提高了期望 而不是減低了期望 這是挺有趣的 直到什麼時候呢 就是直到現在 即是說 樓市好像真的飽和頂不住了 股市也bubble得很大 已經吹得太大了 大家都開始要現實了 然後才開始就會轉那個view 然後才覺得 大哥你要救我 這樣 所以他們提出的問題就是 如果下次美國要再抗表去救銀行體系 到底是 還是現在什麼鬼都買 還是只買美債 即只是回購美債 而不是回購 就是你有的手上的資產裡面 只是可以有最值錢的 就是理論上是美債 NBS、ABS就不應該由美國的央行去包底 這些東西是一種市場行為 應該由市場自己包底 這樣的話 是不是可以令到美國的銀行 做起樓案上來健康一些呢 是不是不要亂來呢 如果沒有那麼亂來 是不是下次變成央行做的工具 也是相對簡單 就不會說為了一口氣頂住整個銀行 是你NBS、ABS要救 於是乎就扭曲了利率政策 而令到央行做起事上來更加困難呢 這個view in a sense是buy的 但是buy得來有一個click位 如果你問我就是 因為每一次有這些事 你央行要救是要救銀行體系 而出事的並不是在美債 而出事是在他們這些NBS、ABS 如果你不救 你就要預算他們write off 以今時今日 美國的銀行有的貸款資產之多 這個很容易都可以令到很多間美國的銀行會塌 所以這件事情 就算這個提議是合理也好 真的要做起上來 我覺得未必有這麼容易 整體是複雜的 尤其是當聯儲局配合角色 是要做最後的market maker的話 這個當然也有很多質疑 會上有質疑就是聯儲局 應不應該做這個角色 但這個沒有一個simple answer yes or no 而是整個體制要設計過 或者要重新試驗過 裡面就相當複雜了 這個我就不多說了 但我提出這件事 某程度上都是valid的 這就是第二部分 接著第三部分 最後那部分 就反而和小弟一向說的主張是最似的 也都很認同 而且這位經濟學者 他都變相 因為人家正宗經濟學者 當然是做了數據研究 提出模型 其實就等於把我的想法 變成數學模型 大家這麼巧的想法都相同 就是因為你有財政政策 不只是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本身的泵錢 和信號效應 是一早已經被市場消化賣進去 即是當市場 聽到有財政政策 又有貨幣政策 市場的行動 即是短線已經反映了 而且還做了凸 但這是很正常 市場本來就是這樣預期 但還有一點更重要的就是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本身可以互相成為一個正循環 因為一方面政府有政策 又有錢派了出來 既使投資者和消費者有錢 可以去洗 可以去投資 可以去消費 另一方面各種政策 派下去也會令企業有動機 可以擴張 擴張當然要請人 這方面已經製造了Demand 另一方面當時來計 那個供應可以是因為COVID不出來 亦都可以是因為人的預期不同了 當人預期 第一我手上有免費錢派 那我是否一定要出來打工 就已經成為一個問題 我可以不用這麼急著出來 我有錢在那裡 再加上大家有錢可以扔下去的投資市場 而投資市場又因為受了財政政策影響 亦都相當興亡 最初無論是綠色能源 到後來的軍工 大家都覺得值得我扔錢出去 那我有機會 既然是的話 我何必出來打工呢 要打工 結果就是企業一直都不夠人 就要狂扯高薪金 要扯高薪金 要扯到那些傢伙覺得 我計算風險 我坐在家裡炒到可能會輸 我不是每次贏的 不如我做一份工 做完工作 我打了一份工 然後有錢賺我當然要去洗 那洗了出去 當時又剛剛撞正 有一部分的供應是未恢復 所以供應短缺也會令價升高了 價升高了之後 又會改變了人的預期 人一預期說 那些東西越來越貴 第一我要求薪金越來越高 第二我投資越來越冒險 因為我要有高風險回報 如果不是就沒意思 第三 同時對銀行的利率有要求 否則我為何放資進銀行裡 我放出去外面 多轉便好 那你銀行就算 央行不加息銀行 都要主動加Premium下去 否則根本沒有人肯存款 所以這個本身已經帶來通脹壓力 以及資金成本壓力 兩樣一起放出來 而且互相影響 當你貨幣的政策寬鬆的話 於是乎我有政策 我除了政府拿夠錢之外 拿著夠錢再去銀行 一轉的話 還可以拿更加多的錢 所以一下子有這麼多錢衝出來 這個也影響到 就算貨幣政策想收緊 但是當你財政政策 回到頭去幫它抵消的時候 你令到貨幣政策慢了很多 除非要持有很高 但很高也好 你只不過現在是令到企業 開始發覺資金貴的頭 我整體都頂不順 但是頂不順去裁員 裁員都只是要求更高效率 現在做到 還未令到市場完全冷卻 或者完全玩完 消費仍然是旺盛的 只不過是 還有企業的擴張仍然是有在 不過沒有以前那麼積極 還有有些勇員要炒 但是炒出來的人 是不是沒有錢 也不是 還未去到消費不到的地方 所以消費 你要看到仍然是有雙方的消費 只要價格便宜一點點 就已經馬上消費 所以反而在他的角度看 他反而會擔心 萬一一減息的話 會不會通脹比失業更快呢 即是失業 你減息後通脹才惡化 通脹又高了 但又不見得救到失業率 這就是另一種看法 這是我個人喜歡的看法 也是我個人認為 更加反而有機會發生的情況 跟第一個說法有點不同 這也是有意思的 但這當然是我個人的立場 這就是Jackson Ho 我個人認為是好看的三件事 我也放一條連結 大家自己上去慢慢搜尋不同的書 大家可以自己看看 接著我們就說一下 我個人覺得 開完Jackson Ho之後 接著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最後在這裡說 由央行行長的反應來看 他們相對是覺得 現在他們會採取第一個模特兒的想法 他們個人會覺得 so far來算 減息對經濟可以浪絕 但不會影響到通脹 所以他們應該會循著這個方向去走 不過他們會不會很急 暫時都不會 他們還是會看餐吃飯 就不是說急到一看 現在這樣 既然我一口氣減0.5 或者連續 兩個的meeting都減0.25 這樣就不見得是 他們的數據 當然現在他們會比較關注 這個失業率數據 但是如果由最近各種的新聞 聽回來 和一些數據 看回來看 維持著相對的高息 減息減慢 對於失業率的影響 我個人認為 依然不會沒有他們想像中那麼大 雖然第一個模特兒 我也覺得有一定的有效性在這裡 但是第一個模特兒 不去考慮的一個問題 就是人的期望 那是考慮一個很客觀的 demand and supply的問題 但是人的期望 到現在為止 他們怎樣看呢 市場怎樣看呢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市場其實還是相當刺熱 最近出的new home sales 還有最近出的retail 以及甚至股市 你見過價 股市計調了10% 就立刻有一大堆錢 開始買入 當然現在會不會是 一浪低於一浪呢 有機會發生 但是至少現在還未正式發生 此其一 其二就是 稍為低一點 也看見new home sales 立刻改善 retail sales 也是 立刻有一大堆錢出來消費 有一大堆錢出來買樓 而與此同時 我們看看新生領域 新生領域救濟金的人數 有沒有快速惡化呢 也沒有 所以現在還在一種 其實還有一個相對的 平衡中 在這種平衡中 如果你太早 或者太急去減息的話 很有機會是 通脹都先惡化 你看著有這麼多人 還可以出來消費的話 那個價格很快會浪得住 但是如果這樣浪得住的話 結果就會有更加多人 重新捲入這個市場 到時你迫要加息的時候 你就會更加嚴重的後果 而且你首先要加更加多的息 才能壓得住 然後當你高到某個位置 當那個企業的情況 盈利情況惡化 他要解僱人 可能一下子要解僱更多 大家不要忘記 有藥綁住 解僱人上來 不是隨時隨地解僱 你都可能要等一年半載 但等一年半載去解僱的話 你隨時遇到的情況 就是你已經 企業已經有相當的虧損 一下子要解僱很多人 到時就會引起一個恐慌 即是一個所謂的恐慌 到時一滾起上來 市場就不會滾得那麼快 但是由於我剛才說過 由各個央行行長的看法 他們都是謹慎的 他們不像市場的那種要求 市場現在差不多在綁架著 央行就叫你快點派眾援 但是央行各個行長 就算我很 有些看不起的German Powell 但是那群人都相對謹慎 他們都覺得先看定一點 即逐點逐點來 減了一點又看看如何 再減了一點又看看如何 他們看著失業率 但如果減了失業率 沒什麼惡化 但通脹率又沒有很快速改善 他們是不會急於再減第二次息 所以我猜今年一口氣要減三次息剩下的日子 我想機會暫時看就不是那麼大 而現在的樓市 零售市道 和股市的表現計 暫時不會這麼急於要 輕輕含含減 於是現在這樣 對市場有什麼看法或者影響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首先 投資者因為很多都在預計減息減很急 第一 他們預期的債價會上得很快 第二 就是 他們對於股票股市的預期 就反而很有趣 為什麼這麼說 對於股市的預期就是 其實減息快的話 股市一定是不好的 但是 如果你減息減得快 會有一種錯覺 以為資金夠便宜了 不斷衝進去拿貨 所以估計在這兩種作用下 股市在預期的形態 就應該是一級一級落 慢慢一級一級回 但是一旦 現在央行實際的做法 和市場的預期 不是這樣的想法的話 所以估計 會在每一次央行 以息附近的時候 那些人就預期一級一級落 當然會減少成交 慢慢退貨 但是 如果你說一開波 預期減息 減息 減了息 就會升一升 升一升上去 但是升上去 大家又知道 不是太行 其實經濟冷卻 如果看到央行不減息 如果看到央行不減息 不減息的話 就應該會令到他們 以為減息 但現在不減息 就會突然有個心理恐慌 就會一下子跌得更快 跌得很急 然後跌得很急之餘 但是這樣看 好像經濟油不是那麼差 接著會很短時間補貨 又會跌倒上去 然後去到之前的大阻力位 然後才頂住 所以如果是這樣算 股市整體會慢慢回落 你問我 就始終這個走不掉 但是到底是一個很chopy的方法 這個是 沒有預期減息得那麼快 所出現的情況 就很chopy 急上急下急上急下 還是一個溫水煮蛙 慢慢偶下偶下下 這個就是 預期的 央行預計減三次 或者市場自動調整 沒有三次減兩次 或者今年減一次下 下年減兩次 如果跟著這種情況 就會慢慢一級一級下 而且當中還會有些上下 上到一些近一些大的阻力位 才會再 可能橫行一輪 然後再跌 這個就是我對股市的預計 於是乎這個commodities 而是有趣 因為黃金來計 金銀這兩樣東西 就是現在大家都預期得太爽快 即大家預期真的會減三次息 估計央行要很快地去做 但是現在由央行的看法 他們不急於這樣做 這樣的話有機會就是 金銀都會短期沖一沖頂之後 即過了頂之後 接著要回一回 因為我估計 而且可能是九月的第二個星期 九月十七號議息 早一兩個星期 應該開始會見到一些東西 即是其實現在下個星期應該可以見到的 應該先衝上去 接著應該會有些消息放下放下 看看那些債的拍賣 接著那些債的期貨 又好像沒有預期升得那麼急 那個價格 或者那個Yield沒有drop得那麼快 接著這個貴價金屬也會調整 情況就是這樣 今天先講到這麼多 這個是初步的看法 後面我還會一路衍生下去 會一路改變的看法 先講明 這個只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多謝大家收聽 歡迎大家comment like and share和subscribe 以及請我喝咖啡 好 遲些再談 拜拜